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 首先我们要介绍 这个什么叫做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 在母数的一个分析里面来说 相关系数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那是Piersen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五亩数的部分 五亩数这边的话 也有一个相对应的 一个等级相关系数的一个算法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它的定义 现在有两组变数 一个叫做X 一个叫做Y 那么我们定义什么呢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的算法是这样的 RS 这个S指的就是我们的Spearman 原来如果不写这个S 代表是Piersen的 那么这一部分来说 这个的公式是可以证明的 那么我们将在后面列作一个习题 来作为它的证明 这边有一个DI DI的平方 那是什么意思呢 Difference就是D 它是XI 就是每一组相对应的这个资料 等级的差 那么什么是它的等级差 等一下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释 同学就会很清楚 那么这个N指的是什么 这个N N就是我们资料 看看有多少组 那么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可以证明说 它是最大最大 了不起是1 最小最小 了不起是负1 这个结果跟我们的Piersen的相关系数 其实是状况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就会比较了解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为了要想了解这个焦油跟尼古丁的一个相关性 我们对于市面上有10种香烟 进行了一些资料的一些调查 这里是10种 代表的是我们的N 一共有10个 现在我们来看看 从焦油这边着手起 焦油跟尼古丁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上来看 很可能是焦油高 尼古丁就高 焦油低 尼古丁就相对比较低 那么到底这些资料 能不能够让我们了解 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呢 那么我们从焦油这个地方着手 就是由小排到大 从这边来看 我们最小的是多少 这边我们看到了 这边13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这边排等级的时候 我们排1 再过来13以上 那就是14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填的是2 再往上 1字头的还有呢 还有16 再过来17 注意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两个17 那么我们不能够写4跟5 因为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由他们两个数字 共享4跟5 就是写4.5 这两个都写4.5 以确保我们总和加起来要一样 那么下一个当然就是6了 6 那这边是1字头的 只剩下他了 那就是6 再过来我们看看2字头的 2字头的来说 这里是7 再过来8 再过来9 再过来10 现在来看尼古丁的状况 尼古丁我们找最小的数字 0.9 0开头的0.8 这边就给他一个1 再过来还有0点几的 0.9 这边2 再上一点 我们来看看1字头的 1字头最小的就是1.0 那么这边是写3 1.0 过了以后就是1.1了 4 1.1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1.2 5 1.2以后还有一个1.3 这个地方排序 我们要小心 要有耐心 不然的话呢 后面容易错 这边就是6 6完了以后 再来就是 1.3完了 还有一个1.4 7 然后再来1.5 8 1.6 9 2.0 给他10 现在我们都做了各自的排序 而且我们也肯定的说 这两个的总和是一样的 都是1加到10是55 好 那现在 我们要算他的差 difference 两个相减 这边就写0 这边呢 0.5 这个呢 0 再来这边是负的1.5 再过来是0 这边也没有差 这边负1 这边是正1 这边是正1 这边是0 那么我们跟这个标准差的算法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边总和加起来的话呢 有正有负 我们要算他的平方值 这样子 因为这都是每个的差别 不论是正还是负 他都是差别 所以我们来一个平方 确保他是正的 0 这边照超 这边0.5平方就变成0.25了 这边 0还是0 这边的话呢 是2.25 0 0 这边都是1 1 1 0 现在重要的是 s的公式 3 等级相关系数的求法 所得到的 尽量用皮特尔森的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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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